好我想其實這兩天的指數的變化 其實非常特別 昨天指數雖然是上漲 但是大多數的個股都壓迴休息 那今天反而指數沒什麼動 很多股票所以現在也噴出 那我再去觀察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的四大指數 全部都大漲 那其中漲最多的是郵輪族群 乘了8.17個百分點 航空的波音也大漲7.54個百分點 對 美國航空還有聯合航空都是漲的 對 它其實在說明 現在變種病途在各國的政府 嚴正的管制之下 其實疫情真的不會影響 整個的股市行情太久 那我看到這幾天 尤其在美國股市裡面 它最強勢的是在所謂的一個 肺半還有納斯塔克 所以科技股最近我發現 有一個狀況是 長得深對來講位階是比較高的 那有一些的個股 籌碼就在進行整理 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投資朋友現在 這一些我們先前有跟大家報告 很多的電子股 如果你沒有在低檔做佈局的話 你這邊衝高的股票 盡量不要去做追價 那你可以把眼光放在前三季 獲利很好 股價有拉回整理的 那最近法人 我發現了 買多傳產股 多於賣多 賣多傳產股 所以我覺得今天 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幫大家 找出提前卡位的觀念 因為大家知道我喜歡布局在相對低檔 那位置很低 那未來的空間才會比較大 所以我再注意到今天旁邊的一個重要的新聞是 這個時尚運動跟精品服飾品臺 明年要大漲價 LV說明年所有的東西都要漲價 那這個原物料成本在上揚 那第二個 法人也看好明年的需求 還有紡織品的庫存 仍在2013年的一個地檔所謂 他點名 運動休閒股 是明年黑馬族群之一 好 法人已經開始在看這一塊 那我的一個操作策略 就是盡量買低不買高 所以我幫大家今天找一家 一世類的紡織公司 這家公司前三季EPS 1.58元 這是創十年新高 那現階段馬上是冬天 最近的天氣真的有點比較涼快一點 那也進入到了服飾業的一個旺季 第四季Q4的這個營收 它有望優於第三季 而且它的一個產品 所謂的車用尼龍複合材料 具備有重量輕 強度 高強度的一個特性 在未來電動車追求輕量化的趨勢 這個會有很大的商機 這個就是代號1455的吉盛 那我想1455的吉盛 大家應該都非常非常熟悉 這個是老牌子的一個 尼龍力跟加工師的一個大廠 那重點我們先看它的股價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相對來講是非常的低 那我看到了今天這樣的一個題材 先去找位置也低的 從高點28.7修正回來 已經修正了超過5個月 股價最近底部開始成型 過去5天 我發現了 這個外資買了3天 那股價其實在這裡面 是相對絕對的一個低檔 重點是我剛剛說到 它前三季有1.58元 那這個又孕育到了一個 產業的一個旺季 10月營收是月增7.48個% 年增63.53個% 也是創了近一年來的新高 接下來都是它的旺季 那我在看到它 切入到車用這個題材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新 因為大家可能不曉得 這個在尼龍膠原蛋白纖維 這個東西它可以做成新的材料 它有就是有剛剛我說的 這個具備有可以太地金屬材料 因為它輕量化而且耐熱 然後抗疲勞然後抗乳變 那這些其實都是現階段 如果在未來電動車或者是燃油車 它要輕量化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會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去取代很多的一個金屬材料 這個就可以降低它的油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它未來要切入到電動車的一個新的材料 其實我一直在關注電動車新材料的部分 因為一台電動車 裝了電池之後 基本上都是兩噸起跳 那重量就會非常重 不像我們現在很多的汽車 大概就是1500公斤上下 甚至於有還有輕量一點 還有到1200公斤 但是只要是電動車電池裝上去 基本上那個就是接近到兩噸 那你要整個輕量化 節能 然後更能夠抵抗所謂的一個金屬疲勞 還有就是降低整個成本的話 這個新產品我覺得會長現的趨勢 我也看到了日本 很特別 日本在整個汽車內飾裡面 他們居然有採用一個叫逐編儀的一個工法 在做了一個試驗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輕量化的一個長期趨勢 所以我看今天的一個狀況裡面 科技股很多是漲得比較高了 那我是比較不會建議說漲高去追股票 但是低檔剛剛轉強 現在又是旺季 那整體的一個股價 其實今天剛剛發動第一根 我會覺得投資源可以開始做思考 像部分的一個長線部分的投資 可以轉移到這些位階很低 而且我看到今天的一個仿製龍頭 1476的乳孔 其實它已經回檔了一段時間 在季線附近 也在相關的一個底部區域 那未來我相信 當資金再重新回頭來看這一塊的時候 高檔的開始會往上 這高價的乳孔開始往上發動的同時 低價我認為像極限大的一個爆發力 就會比較淺